那臉書呢 始終保持不可取代的地位 最主要是 老師會考試問你說 最龐大的 喂喂 太小聲了 喂喂喂 奇怪他怎麼聲音說很小 他這個 最大的這個臉書的 他是最大的社群網路的系統 所以臉書呢 是不可以小觸的一個社群的這個行銷的方式 那我們一般來講你在臉書的話 你通常會做一個電子郵件 也可以用帳號 然後來登錄 來建立你的帳號 然後完成註冊 所以臉書的登錄你可以用 你用你的email來註冊一個帳號 到時候你可以設定一個密碼 那他這個臉書 他的好處是你的手機 你的電腦 同時都可以登錄進去 登錄成會員的帳號 那標籤的部分 就是說你在聯絡的基本資料裡面呢 你可以點選聯絡的基本資料 然後呢 這裡你可以設定 切換到你的聯絡基本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設定我們哪些聯絡一些基本的資料 選擇要聯絡哪些社群的社交社群 然後我們可以我們社交社群 你要連結的帳號是哪一個帳號 然後我們就按儲存 比如說你如果連IG IG的帳號是什麼 那這樣的好處是 你下一次在臉書有發布一些任何東西 你IG會順便都會連結過去 這個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要去連結哪些 比如說我們希望在臉書裡面發布東西 我們可以在IG、Twitter什麼什麼 順便同時把這個連結過去 那你在行銷的效果上面 當然效果就會好很多 那這裡檔案個人的設定裡面呢 比如說鄭晚鳳什麼什麼 這個是羅斯特理工學院電腦會圖器 鄭、怨、縫、縫、縫 那編輯你可以編輯個人的檔案等等 那你如果要分享你的個人的檔案 可以用複製連結的部分 那很快的人就可以連結到你的個人的臉書的網站 那你如果發布很多貼文 你可以管理貼文 那活動的記錄就是說你曾經什麼時間 做什麼事情 它都幫你記錄起來了 你隨時可以看你的活動記錄 那你的現實動態的點長 再第二個就是新增到這個現實動態 發布你自己的帳號 然後你可以編輯個人檔案 再來就新增進去 新增過來 然後你可以連結看看 試看看 這是個人檔案的設定的部分 那你這個部分就是說 老師剛剛講過就是說 你的帳號完以後你要做連結的部分 剛剛其實好像在聯絡基本資訊裡面 你要聯取哪些社群網站 事實上都可以設定 你也可以在這裡編輯你的連結 你可以新增你的社交連結的部分 比如IG的帳號 YXC7783 對不對 你已經連結了 那你的網站要跟 是誰才看得到 你的朋友還是公開的 都可以 那社交連結是公開 網站是自己朋友或是公開 那最後按儲存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臉書裡面呢 你有一些最新的動態 比如說 你如果做行銷了 你說明天開始三天 這個 你的身分證號碼有123的 我這個 我的門票只要199 這個放在你的現實動態裡面 那這個現實動態英文叫Story 它可以分享一些創意影像 它跟其他社群平台不同的地方 它多了很多有趣的特效 人臉辨識的互動玩法 那現實動態英文在Facebook家族的各項服務 比如說IG也是 那Instagram 那這個限實動態功能 這個貼文通常是24小時就會消失掉 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隨時點放的這個動態消息呢 目必是讓使用者看到自己最相關的內容 所以Facebook每天會流通著大量的資訊 最常見的最簡單的方式 行銷方式就是動態消息 來進行這個行銷 那隨時也可以發表貼文 圖片、影片、開啟直播 讓所有朋友知道你的訊息 傳達你的內容 那動態消息的目標 就是臉書期望的 讓用戶觸及自己最渴望的素材 或是發現新事物 你們可以把這段字呢 這是在課本的這段字 這是在第五章的部分 有可能會給同學考試 你們就好好看一下 動態消息的部分 這個還蠻重要 我覺得蠻重要 那同學可以好好去看一下 動態消息的訊息 這是在課本的第五章第七頁的部分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你還可以 當然在動態消息上 你可以建立你的貼文 上傳你的影片 或是做直播 做直播 那同學你可以這裡 你臉書這裡首頁這裡 可以選建立 建立活動 看你有什麼活動 看看有幾個人有興趣來參加 他可以分這個都來動 那你這個活動 可以加一些圖片 輸入活動名稱地點 日期 收明文件 上傳影片或相片 做宣傳照 這樣更讓人知道 你的活動內容是什麼 比如說國小學生單字大賽 這些都是 那臉書的右上方 有一些個人檔案鈕 比如說 鄭願鳳 你這個 你點到這個 然後你選到你的朋友 他會列出你所有朋友的清單 那你也可以把朋友分群 上次其實有講過 我們可以建立名單 建立分群 也可以分好友 那你可以內建相機 也可以拍攝一些東西 也可以上傳相片 也可以做臉書的直播 你在想什麼下面有一個直播 你可以做直播的部分 那店家直播過程中 臉書的朋友可以留言 喊價或提問 所以老師有講過 現在直播最賺錢是什麼 做粉絲啦 YouTube啦 一般有的做海鮮的拍賣的部分 最多 那你也可以用Message 來跟你的聊天室 做即時的通訊 然後進入Message Detire獨立的頁面